在丰富的华夏民族文献当中 古人提及过各式各样以人为主的优美神话以及传说 然而在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优美故事里 除了人以外 其实还记载了不少关于怪物的奇妙事迹 而他们就是上古的四大熊兽以及四大神兽 哈喽大家好 我是眉毛与智慧病重的小南 在古籍记载当中 四大熊兽是中国神话传说里 上古时代殉帝流芳道四方的四个神力凶神 而他们分别就是 陶贴、混沌、穷奇以及陶武 既然说到上古有四大熊兽 自然也有负责保护人类的四大神兽 分别是青龙、白虎、猪雀以及玄武 对于这些怪兽 左传和史记都均有丰富的记载 古时候的华夏族人对于这四大熊兽以及四大神兽的出现 都是抱着畏惧以及崇敬的态度 不会去招惹这些神明 然而在中国上古时代汉族的神话传说当中 四大熊兽其实是有前身的 而他们的前身分别是山苗、环兜、滚以及公公 据说每次他们的出现都会作恶害人 危害长生 所以每次人们一旦见到都是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的 在古籍文献当中 四大熊兽的外貌以及能力都有被详细记载下来 混沌它是古代华夏族的凶神之一 据悉它的形状是肥肥圆圆的 外表像一团火红彤彤 背后长有四只大翅膀 拥有六条腿 脸上并没有任何的五官 但是却能够通晓歌舞曲乐 而在某一种说法里 混沌是像狗或者熊那样子的动物 人类无法看到它的存在 但是如果它遇到高相的人时 它就会变得大肆死暴 杀害那个人 反之遇到的是恶人 混沌者会听从它的指挥 迫害他人 陶雾是上古凶兽中长得最丑陋的 它的外表像老虎那样 长着犬的猫 身长达二尺左右 此外它拥有人的眼睛 老虎的脚 猪的口和牙 而它的尾肠大概一丈八尺 据悉它喜欢脚乱荒中 并破坏世界的规律 其个性也非常顽固不化 态度雄恶万分 相传它是北方天地 专徐的其中一个儿子 原本的名字叫做傲狠 但因为个性厌恶 喜欢害人 所以最后变成了怪物 穷奇是中国传说里 一善养恶的恶神 它的外貌大小如牛一般 外形像虎一样 披有刺猬的毛皮和长着翅膀 穷奇的娇神与像狗相似 以靠吃人为生 据说穷奇经常会飞到天上去搏杀 并喜欢将对方的鼻子 咬下来吃掉 而如果有恶人犯下滔天大罪的罪行 穷奇就会捕捉野兽 送证给那个大恶人 并且鼓励它多做这些坏事 虽然穷奇很坏 但是根据某个古籍的记载 其实穷奇也有伪善的一面 就是在一种被称为大挪的驱鬼仪式当中 它会吞噬十二种强大的恶鬼 并被称之为十二神或者十二兽 淘铁在轩辕大战吃油的时候 吃油被斩死了 而其手络的地头神则化作为淘铁 其拥有怪兽一般的外貌 身体长得很像羊 但脸却是人的脸 此外它还配有胡植兽爪 会发出一种像婴儿在哭的声音 因此常常被人叫作咆哮 它平常以吃人为生 所以它在古代 算是人人都闻风尚胆的大怪物之一 然而在某些传说当中 它被视为龙生九子的第九个儿子 文献里描述 它的身性是十分贪吃的 没有猎杀都要大食人肉 并且见到什么就会吃掉什么 骨头都不剩 因此无论是谁都好 只要碰见它 都会被它活活吃进肚子 消化殆尽 说到这里 前面介绍过的上古四大凶兽 每一个都具有祸害人们的能力 不过其实在中国也有一些善意的瑞兽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说一说有关上古神兽的故事 青龙在人间被誉为苍龙翔天 也就是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东方之神 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代表性的图层 在皇帝受天命的时候 东方是最为吉祥的方向 而青龙在当时就成为了中华民族 是整个中国的主体象征 也是古代皇帝的代表吉祥物 据说青龙长得像长蛇般 拥有麒麟铃片的头 鲤鱼般的尾巴 而脸上有着长长的胡须 长着鸡脚 四足皆是爪子 心态为虎的样子 所以在古代很多物品以及建筑 都会设计成青龙的样子 因为这代表了吉祥和平安的意思 朱雀在中国被视为鸟类中的吉祥物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凤凰 而在中国古代各地 常常被视为是一种代表幸福的灵兽 连当它的出现 就意味着生气勃勃的照相 在有关的文献记载中 朱雀的原型有很多种模样 例如长得像锦鸡、孔雀、鹰九、骨、玄鸟、燕子等等 然而佛教的文集当中 八盆金赤鸟则是朱雀的另一种神话模样 在凤凰神话里 文献详细记载的凤凰被描述成 拥有像鸡一样的头部、燕子的下巴、蛇的颈项、鱼的尾巴 以及五色纹的皮肤 它的能力是带有炽热的火焰 会点燃触碰到的一切 让四周永远保持光芒的照耀 玄武是一种由龟和蛇组合成的灵物锐兽 根据玄武的本意指的是玄米 玄是黑色的意识 而明则是阴的意识 那么根据以往的华人习俗 黑色不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吗? 为什么玄名会是瑞兽呢?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 古人对龟普的形容是 龟背黑色 利用龟普请龟到民间去疑问祖先 将答案带回来 然后以普照的形式应验给世人知道 就这样玄武渐渐成为了瑞兽之一 而这种叫做玄武的龟 一般都生活在江河湖海一带 因此玄名便成为了掌管河流 以及海域的水神 另外玄武龟的寿命都很长 可达千年以上 所以被誉为北方之神 在中国西方一带 白虎被视为是百战百胜的战神 其更是拥有辟邪 骑风 成恶良善 发财自负 洗劫良缘等多种神力 据悉 被誉为四神兽之一的白虎 是由星术变化而成的 由28星术当中的西方七术星位形成 是西方方位的吉祥代表 而古人在北方的城市 如果做事情不顺利 就是寝室白虎瑞兽 以给自己天福天运的 好的这期内容就说到这里 请继续支持由子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南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的受害者是10年33岁的日本吉女子杜鞭灵子 而她的丈夫叫做杜鞭博士 关于丈夫的名字 我找到好几个艺名 所以我从中选了一个 她是日本建筑公司大领主的高管 一个人常住新加坡 灵子也是在安排的半年前才带着三个孩子 背道 感谢观看